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画面当中可以惊喜地看到 上万人的队伍在这样秩序紧然的一个引领之下 包括有非常有节奏的音乐声之下 五步没有任何的策略 非常的整齐 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这个木脑失动 我们的这个方正的眼 还是在继续变换着行径的路线 以及变换图案 那刚才我们也跟大家一起都说到的是 在05的过程当中 脑霜和脑八所要分担到的职责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脑八呢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属于群众的灵窝者 要非常的熟练地知道 如何合时进行这个变换的队形 那脑霜要在整个跳舞的过程当中 和行径的路线当中呢 必须要熟练地掌握两行队伍 合时并行 合时分开 还要掌握在合时做败手的舞字和败手的次数 而且还要能够再引领队伍 其实我们可以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其实这样一个队伍 如果没有秩序井然地引领的话 很容易走乱 但是这就是脑霜和脑八在整个木脑纵 各界舞队当中非常重要的职责 也就是说在整个舞场的图形和花纹 在变换的过程当中 不能乱不能失了这个图案 一定要按照既定的路线 也就是按照我们的木脑师 弄上边的花纹 无谱路线来行走